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大家好,我是Angus 今天我們來這裡分享什麼呢? 就是這裡,各位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棵啊 這個是梅子 梅樹 這個是去種苗圃買的 這個是350塊一株 那我剛剛已經把它種下去了 挖個洞 然後把整個不織布的外殼拆掉 然後種好了 那這一棵 以後就可以長梅子了 OK 那為了怕呢,颱風的時候呢 把它吹倒了 所以我們今天 來做這一個 新的工程 什麼工程呢? 就會看到 我去砍了 三隻竹子 做什麼呢? 我要把它架在這裡 三隻腳架住 然後再綁這個電線 這邊有電線 老虎拳 把它捆緊 然後這個是鐵錘 要把它敲緊 好 接下來就來 工作 好 首先 就來 挖洞 用這一隻 十字鎬 十字鎬 好 這裡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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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好 抓三個洞 好 好 好 緊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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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只 第三只 好 開始方鐵線 電線 為什麼選電線呢 因為這個電線是銅線 不會生鏽 我把他刀屋前把他夾緊就可以了 確認一下 梅子樹有沒有歪掉 非常強壯 然後再繞過去 把樹可以圈起來 然後你不要把他綁死 讓他有一個縫可以伸縮長大的空間 然後以後這個長大的話 這可以放開一點 就算了 另外一個部位 就算了 現在應該要把他拿開 先用來把他捏起來 就算了 要把他捏起來 要把他捏起來 就算了 一個人 要把他捏起來 就算了 這裡 就算了 再把这个搭紧一点 好,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梅子树三脚固定 竹子的三脚固定 再讲 三脚固定 三脚固定